各位,這篇文章,我強烈建議大家讀一讀 但我不讀大家西讀,留下大家讀,只是想說我的看法 標題已經講清楚了 俄羅斯的高層已經決定從根本上要改變國家發展軌跡 未來的十年將會非常困難 這很現實,因為我們知道這次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 引起西方超過一萬項制裁 之前有幾千,現在加上超過一萬項制裁 俄羅斯要正盡考慮,當國家發展時,西方是沒有份的 沒有,想邀請西方進來都不行,因為正在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沒有辦法可以邀請你參加俄羅斯的國家發展 所以他們一定要考慮,在一個沒有西方國家參與情況之下,國家如何發展 從俄羅斯的角度去考慮,絕對是合理 因為我都被制裁了 可能被西方國家斷絕關係 所以這是目前面對的現實 這是俄羅斯 但更加重要的是,全世界其他國家 俄羅斯當然會為自己設想 我們也不用為他擔心 也擔心沒用,因為他這個問題 但其他國家這樣會怎樣影響全球呢? 這是真是大事 因為如果真的這樣發展下去的話 即是說能源方面 我知道俄羅斯的能源國家 能源方面 西方可能完全擺脫了 歐洲用了幾年時間 五年等 擺脫了完全 一些俄羅斯的能源都不要 一些俄羅斯的原材料都不要 和俄羅斯斷絕關係 歐洲有一塊 然後有一個鐵膜 未必真的有牆牆 俄羅斯那邊完全不觸碰你 繼續封鎖 你繼續不讓俄羅斯的生意 那盧布令沒有所謂 到時你根本沒有生意 大家斷絕關係 俄羅斯的能源自然要找其他出路 一個出路當然要向一些沒有參與 制裁俄羅斯的國家繼續出口 西方要繼續有辦法 我們知道西方這裏 能源方面都不是特別擔心 起碼美國是能源大國 澳洲這裏都是能源大國 澳洲這裏都有很多各種各樣的擴產 所以西方集團起碼包括澳洲在內的歐美 英國 可以在這裏拿能源拿原材料 另外那些發展中國家 中國 印度 伊朗 委內瑞拉 金珠五國 這些國家 亦都要重新考慮自己的位置 到底你跟西方集團 在西方集團這裏賺食 或者過來發展中國家這裏賺食 那有沒有可能可以騎場兩邊都賺食呢 我相信也會有 因為好像印度那樣 它有能力騎場 在俄羅斯買到廉價的能源 轉手 以好的價錢賣給歐洲 這個絕對可以做的事 三哥就應該笑 他到底站邊 很難說站邊 他在這邊買東西 在那邊賣 即是做中間人 可能三哥成為所有兩邊貿易的中間人 去三哥那裏 這個大家記得 知不知 就是六七十年代 中國未曾改革開放之前的香港 轉口貿易 這叫做 大量的轉口貿易 全部通過了印度去做 不奇怪 我祝三哥好運 如果他做得成這樣 其實對三哥來說是非常之有利的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當年香港做這個轉口生意 做到風生碎起 香港的經濟發展非常之好 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其他國家怎麼想呢 中國應該站在什麼位置呢 中國現在已經見到 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產國 工業生產國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 中國亦和歐盟方面 是歐洲很多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當然他不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 因為中國和很多人做生意 中國仍然是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 美國現在不是 東盟現在不是美國 美國不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 諸如此類 到底這條線可不可以走得通 還是西方會斬斷 我和中國都不做生意 全部封鎖你中國 中國不要賣給我 我不賣給你 完全脫離變成兩個經濟體 一邊就是歐洲加美國加英國加澳洲 日本、韓國等一堆 另一邊就是中國 中國在生產方面 技術上可能被西方落後一些地方 還要追 但是生產難力已經見了 現在中國是最大的貿易國 到時如果沒有這些西方貿易 到底中國的出口貿易會變成怎樣 我們全部不知道 有很多的未知數在這裡 所以未來的十年 相信在世界的政治、經濟、軍事、任何領域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這個變化已經開始了 我經常說在2020年開始 世界的歷史去了分水嶺 現在是去了分水嶺的另一邊 在2020年之前 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 西方主導的經濟 西方主導的各種各樣的東西 2020年形勢變了 一個新冠疫情 再加上2021年 中美在阿拉斯加的見面 中國整個對美國的調子 態度變了 因為中國看到 在2020年之前的所謂貿易戰 中國沒有輸 中國沒有輸 而承受貿易戰的代價 主要就是美國 而現在加上過去兩年 西方大部分國家 這樣放水印銀子 造成現在的通貨膨脹 這個通貨膨脹要消化 過去兩年所印的錢要多久 而這個消化 可否分攤開給全世界分攤 因為要全部由西方國家 自己消化這些印多利的錢 要多久 很多變數我相信很難看到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未來十年 非常有趣 從國際政治 經濟 軍事 各方面看 現在仍然有很多 短線出現的問題 譬如 他們的參議院議長 到底會不會在八月份去台灣呢 這仍然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這是一個短期問題 這個短期問題 如果發展得不好 會變成一個長期問題 如果發展得好 控制著 那可能就是短期問題 然後就沒事了 譬如 他又病了 不能去 那就沒事了 但如果他沒有病 真的去的話 那就大件事了 怎樣發展下去 真的沒有人知道 中國不做事也不行 他如果不是因為病 而不去 他又不行 我經常說 他自己挖個洞 現在 他厲害 今天 叫共和黨一起去 你以為人家傻嗎 當然不去 這個洞 我推你進洞 叫我跳進洞 當然不可以 所以現在這個洞 我們不知道怎麼搞 但是 我覺得這篇文章最重要 給我們一個啟示 就是說 俄羅斯現在鐵了心 也都不到他不這樣立定決心 一定要和西方脫軌 和西方脫軌之後 對俄羅斯當然非常大影響 但對全球所有國家都有大影響 現在 開始談 應該怎樣走 可能是時候 谢谢大家